花蓮市公所推动任养路灯座公益 陆续受到许多的企业、民间团体、爱心人士的响应 而在日前又有17个单位任养一共400盏的路灯 市长魏佳燕除了颁发感谢状 也鼓励大家多多益善 照亮他人也照亮自己 集合众人之力来照亮花蓮市的大街小巷 花蓮市公所推动任养路灯做公益 陆续受到许多企业、民间团体、爱心人士响应 而在日前又有17个单位任养共400盏路灯 其实像替我们市公所减轻一些压力 然后我们在地方上的话 也是在做一些在夜市做生意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然后替我们地方上增加一些小小的补助 小小小的一些金额 然后照亮一些市民回家的路 有一些地方像一些巷道巷弄不足的地方 也是靠这些金费慢慢的去把一些巷道巷弄 然后发光发亮 其实花蓮真的是金费不是很足够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 有时候觉得说以前美轮没有那么多路灯 那现在是 现在能开的路灯他们都开到很亮 我觉得说我们在能有的有限的能力进一方下 能帮市公所分担一点酸一点这样子 这次接受表扬的单位分别为爱迪达瑞新航 正好地产有限公司 正好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花蓮市农会 阳吉牧场 东大门福丁夜市管理委员会 公证人 何俗立事务所 李怀先生 李俊良先生 许家勇先生 太皇企业社 主公里长江梅兰 原同宋金 松城后国际有限公司 国光里长魏杨靖 新生书局 续日工程行等等 共17个单位 那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其实我们路灯总共进9000斩 那总共的经费是要2500万 那对公所的财政其实是蛮大的负担 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些单位来减轻我们公所的一些负担 那未来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单位 不管是中小企业或是个人 我们都希望你能够伸出援手来捐助我们花蓮市公所的这个路灯 让更多的人点亮每一盏路 财政客长张秋会表示 任养路灯的缴费收据可以作为所得税扣缴捐赠之用 而公所也会将捐赠人的姓名及单位贴在任养人指定的路灯 而目前任养活动持续进行中 欢迎民众拨打03-8322-141 转分机171 恰询余小姐 记者徐立琴 花蓮市报导